短短三年之後 他可以月租5萬住飯店 月花30萬吃飯交際 國民黨召開記者會 質疑林秉書金流有問題 國民黨質疑 買古董名畫 對住在飯店的林秉書來說 根本是負擔 因此在知道這件事要爆發之後 還購買高價藝術品 動機很可疑 住飯店的人買古董或是名畫 對他來說 這裡來講像是堆積垃圾一樣 不是嗎 要嘛就是可能會涉及到洗錢 因為這些古董他有價值 他未來都還能夠去脫手 國民黨也點出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要嘛他就是開始去藏匿 他的一些金流 或者是說他創造了一個金流 讓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個金流 就是說所謂去跟他現在的明細表 去做一個對照 做一個證據 證明這是他的帳戶 兩張單據攤出來 一張會款單 一張交易明細交叉比對 就是林秉書賬戶 是否因為製造事件要爆發 趕快證明存款實力 已被不實之需 國民黨要求減掉必須介入 因為單據上還爆出 原來林秉書存款有高達2300萬元 但他怎麼賺錢的 資訊媒體人黃陽明就指出 據了解他會利用人脈 在官員還有立委之間當稅客 介紹服務案又或者是促成政商聚會等等 一次有15到20萬元左右 冒稱自己是國安人員執行總統秘障 國安秘障 是國安會秘書長的幕僚 這些已經是冒用了公務人員的身份 在外面招搖撞騙 林秉書金流疑點重重 國民黨點出疑點 最後都只能由檢調單位來調查 TVBS新聞重詳採位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